变形机城市女孩首次进城 看清富豪把带她去的餐厅难怪被骂 雷九妹是这期变形机里的农村主人公 从她来到城市之后 就感觉这是她最向往的城市之一了 虽然是生活在农村家庭 但是对一些事物和事面的见识 多少还是有点 为了欢迎农村女孩的到来 城市中的富豪爸爸妈妈 带着农村女儿雷九妹去饭店吃饭 只有爸爸妈妈和她三个人 爸爸妈妈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叫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两个人对一个农村女儿这么好 也是很感人了 大家都夸赞这对城市爸爸妈妈人很好 来到饭店后爸爸妈妈就点赞 三个人在包间等着上了三道菜之后 就再没有看到第四道菜 难怪会被骂是菜点少了呀 一个烤鸭一盘打虾还有一个肉 刚开始还以为富豪爸妈 带着农久妹去吃些什么好吃的 没想到都快吃完了也只有这三道菜 为此网友们也是说 城市爸妈他抠了 人家难得第一次进城市 不说给多弄点好吃的就准备这么少 不过吐槽城市爸爸 这个行为的人还是少 大多数都是夸赞爸爸的 毕竟他花钱请农村女儿 能请着吃海鲜就不错的呢 别挑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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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